礼拜三礼簿 是鸟仔礼天空 做回来切斗 空喊一口 掂水冷净净 心凉被淘汰 后后这家座船啊 放下去地牢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发现农民力 今天阿尔最给力的是 坐在我身边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认识多久啊 十几年有了 那时候教授还在 超过二十年 超过二十年了 是 Oh my God 不要问我几岁 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点 来介绍在我身边的这事 我要这样正式来介绍他 因为我以前都是叫他庄教授 今天我碰到他 庄教授 我很开心看到他 但现在他身上身负重任 目前头衔是海委会的副主任委员 而且还是我们海巡署的署长 我们欢迎庄庆达庄署长 署长好 主持人安吾 和我们听众朋友大家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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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分享 take三个朋友 我赶快把今天通关密语来告诉大家 因为据说我们今天这个阅历 署长刚刚告诉我说 不容易买得到 因为它限量版 好 所以我们今天take三个朋友 然后通关密语很简单 海洋生态恋爱恋 海洋生态恋 五个字 会送五份我们海宝署的阅历 其实我手上没有 我要从我们高雄渔业广播电台那边寄 才拿得到 但是今天 署长竟然把我心爱的礼物带来了 忍不住给大家看一下 署长为什么这个阅历大家抢着要 因为这个阅历很用心的制作 而且它也呈现了台湾的整个一个海洋的一个面向 是 然后制作很用心之外 而且我们有宣量版 然后这个艺术家也有参与的这个制作 所以很讨喜 是 是目前大概大家最喜欢的一个阅历 好哦 看你运气怎么样 抢着拿 我赶快给他翻一下 好了我没有办法全部翻完了 但是这个是艺术家做的作品 所以这一份海洋生态恋 海洋生态恋就这几个字 我这样子会不会泄题 不算了 海洋生态恋就这五个字 然后take三个朋友 有机会阅历就送给你 好了我要对准麦 要不然你听不清楚我讲话 大家很厉害 马上就按赞了耶 按赞要分享哦 你书上的朋友很快的已经在按赞分享了 好好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 书长有很多的责任扛在肩上 我跟书长认识真的将近20年 所以我看到书长说 书长你最近 他说海巡署真的不容易 最近这三个月瘦了几公斤 十公斤 十公斤耶 整个都映倒起来 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告诉我们这十公斤 你是缴了多少的学费 在海巡署受了什么样的操练 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你这么辛苦 也没有啊 其实海巡 因为海洋本来就是一个 很多元复杂跟跨国性的一个领域 那海巡又是我们整个海洋委员会 就是在第一线 所以非常的多的业务 那我因为接任署长 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看所有的官兵 所以第一个也走了很多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业务也相当的繁重 所以相关的会议跟公文责任也比较重 所以会花很多心思留在这个营区里面 所以就比较正常的作息 规律啦 规律 你有运动吗 有 你做什么运动 就前一阵子 刚好12月6号参加高雄海洋杯的羽球赛 所以我就在这两个月多练了羽球 这是也关键之一 署长是那个活力无限的 我们最早要不要说故事 我才知道差不多十几年 十几年 那时候署长还在海洋大学担任教授 那那个时候 这个教授其实很热爱歌唱 所以就组了一个合唱团 后来我前一阵子就在海巡署看到了 署长竟然也用歌声带到海巡署 唱了我们海巡署的署歌 快散哦 然后官兵大家一起唱哦 你要唱一下吗 各位可以上那个YouTube 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海巡之歌 海巡之歌 海巡进行曲 海巡进行曲 我不要唱 可是我光看那样快散 大家围在一起唱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进行曲的感觉 其实是很精神抖手的 唱了以后就觉得很振奋 然后声音就非常的洪亮 我想这也是我们海巡署 所有大家很辛苦的海巡署的 这些朋友们很辛苦的地方 因为海洋这么大 人家我管 只管这个波音室而已 你管整个海洋 范围很大 所以管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海巡署其实 也是很久的一个部门了 所以21年了 所以该要有的其实都已经就是 该要有的方式啊运作啊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署长在巡过一次以后 海巡署你觉得 在未来新的一年里面 署长可以带来一些 什么样新的风貌 给这么多已经在这里奉献 这些二十几年的海巡署的伙伴们 因为我们海巡的同仁呢 就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五大核心任务嘛 就是一个就是海域之安 他维护渔权 救生救难 海洋保育跟海洋事物 那过去我们的同仁就一直都是在这块面 核心任务里面去为国为民 像我们有像最近这个很多搁浅的案子 我们都要到第一线 或是有渔民他去远洋的时候 他肚子痛啊 或是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是发生相关的问题 我们就是会到第一线去协助 那未来我想很重要就是 因为现在两年前成立了一个叫海洋委员会 所以现在海洋委员会 就是目前海洋委员会下面就有海巡署 那有海保署跟国家海洋研究院 所以我们未来就是要在成立海洋委员会的目的 就是要建构一个生态永续海洋安全 跟产业繁荣的一个优质海洋国家 所以我们就会朝这块目标 然后再统合相关涉海的部会 一起努力做好这个成为一个优质海洋国家的工作 是海巡其实管的范围很大 因为还有很多海洋的生态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不到 那这个部分也是属于是我们海巡要去协助的吗 你知道我都觉得我是不用去管海巡 但是我都发现很多人去海边玩的时候 很不贵心的 很多脏东西什么都丢到海里面 我都觉得海洋的保育 其实真的不能够只有靠海巡人员 我们自己也要 你知道我们从图片里面会看到很多海洋里面 很多很脏乱的环境 但是你都不知道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公德心的人 欧白丹就在海里面 如果要去清理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那清理起来都是功夫 非常非常费事 所以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个东西网状这些网子 在陆地上看到没遗憾 如果在水底你知不知道水底人要去清理的时候 给你看看 这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辞联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叫做环保舰队 环保舰队就是我们辞联朋友 辞联加进 这次差不多有3700亿洲有的环保舰队 移民会协助我们做有一关海费的清理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前海战将 那也有2700多位喜欢潜水的朋友 大家就加入这个行列 然后一起就我们就是这个海洋的这个治理的一个联盟 那大家一起每一年来清理这个海费跟海底的垃圾 是海费海底垃圾只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就像我们常说那个水库里面 那水没到硬的时候不是说水不硬是下面其实很多泥沙淤基那边 没有把它清掉了 但是其实这些一直以来海巡署都做得很好 总会有一些新的任务 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就觉得新冠疫情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在海巡的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式 要特别的警醒 因为这两天听到那个英国那个变异的那个新冠疫情 觉得很害怕很害怕 所以防护我们的海域 当然防不胜防 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海巡署的朋友们 在这一块其实也很费心力 对 我们这一句还可以吃老肉饭 其实海巡也是贡献很大 感谢 因为在第一线就是因为这不管是非洲租瘟或是疫情 我们海巡通人都在第一线 那必须要做百分之百的这个安检 然后不能让他变成一个破口 那像昨天我们有新的本土案例 我们也今天早上就开了这个疫情防治会议 那也请我们同仁就务必做好这个安全的勤务 情务工作就是务必要让这种东西没有破口 而且让这个防疫能够把关 是你知道政府官员一句话 海巡署的人员就累翻天了 是是是 腾得翻过去你知道吗 很辛苦 现在这什么天气 十几桌而已而已 那里面这样顺 那里面这样搖 我跟你说很辛苦 可是我们必须要做 所以当署长这么一说的时候 就很多政策下面你就开始要想办法 就是像一个那个网状一样 要把它绵密的编织起来 任何任何的破口都不能让它产生 这不简单 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团结的海巡人 我们有军警文官物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任务比较特殊 所以就必须要不同的人 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 是 那真的第一线 尤其像这种东北季风 对啊 又浪很大 脱得都疼了你知道吗 像前阵子那个绿岛啊 那个补给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是冒着顶着风浪 因为地方政府有这个需求 然后就把儿童的午餐啊 需要的这些粮食装备 就是帮忙送过去这样 对对 你知道我们之前也是有那个飞机 就失去重视了 这是不是我们海巡的就像这样 日夜哦 日夜这样低飞搜寻 我感觉想到就觉得 哦好辛苦哦 对我们第一时间就是 舰船就会出去 然后搭配 然后听国王部的整个规划 然后做区域的搜寻这样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有时候觉得政策宣导 听不懂啦 你的政策宣导都说的 都跟你说一堆啦 但是今天署长跟我讲说 来我们其实抓到大方向就好 因为其实很多开会会议的东西 民众不一定会觉得跟他有相关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讲的海洋委员会 坦白讲海洋委员会 比较是一个新的baby 但是因为副主委现在投入很多的心力在这块 希望把它建置起来 所以我们海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跟责任 应该是让民众知道这一个新的单位 是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嘛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海洋国家 所以我刚才说四面环海啊 所以你一定要抓到那些收水 是 这是我觉得他们的基本要求 你还要收水啊对不对 是是是 可爱的人啊 所以我们在过去就是也经过几十年 我们大家这个场观学员民大家的期待 终于在两年前 就是2018年的4月18号成立海委会 那一开始我们成立了就马上就定一个 我们的愿景就是生态永续海域安全产业繁荣荣荣荣 那接着我们就完成了海洋基本法 那就是海洋基本法 依照海洋基本法第15条 我们也呃在今年哦 发布了国家海洋政策白皮书 是 那有了这个国家海洋政策白皮书之后呢 我们就是跟相关的部会 因为海洋是一个统合的机关 所以我们是做海洋事务的统合规划执行跟协调 是哦 那也在今年又在行政院把向海致敬 嗯嗯 列为一个重大政策 是 那重大政策在向海致敬里面 在开放海洋这一块也由海委会当秘书工作 是 所以我们也同了14个部会 在做呃这个向海致敬的这这项重大工程 因为过去我因为呃38年我们戒严嘛 对 然后76年戒严戒严到现在大家都很期待 哦 我们真能够亲海爱海 嗯嗯嗯 那但是呢过去的各种时空背景 并没有发展的很好 嗯嗯 那现在行政院这个政策就很很确定的一个政策 而且各部会动起来了 是是 那包括第一阶段就是捷径海洋 已经看到成果了 捷径海洋 捷径海洋是有环保署 我们海委会在里面9个部位15个机关哦 那今年大家看到台湾的海洋越来越美哦 因为过去的确非常多的这个垃圾哦 那我们现在也就是极力的就全民动起来哦 那动起来有这捷径海已经有具体的成果哦 今年呢也有有成果好像是啊 接近的8万吨的这些成果哦 是是 那在开放海洋这一块是有海委会 统了14个部位嗯嗯 那开放海洋就是有五大政政 一个就是啊 开放就是松绑法规 是哦 不要让过去 我要去亲海都会收到很多限制 嗯 第二个就是透明啊 透明我们现在有海委会会成立一个叫 一战式的资讯王位 未来就说我可以用app或是上网 就可以看到我今天可以在哪里潜水 可以在哪里玩SUP 可以在哪里潜 嗯 那这些讯息包括水文气候各种资讯 包括风险都会告诉你哦 那再来就是教育 那各部会包括教育部啊 是哦 那相关的部会都在推海洋教育 嗯 希望向下扎根啊 嗯 那我们海委会是负责社会教育 嗯 专业教育 嗯 那再来就是呃 呃服务 服务这政府变了一些钱 希望让一些民众要亲海时候 需要的一些友善设施 跟友善措施可以可以提供 民众哦 民众也可以是你 希望你要去钓鱼 未来你去哦 如果你真的需要啊救生衣 我们的海洋驿战 是 我们海巡署也十二个海洋驿战 也可以让你去帮忙清垃圾 借一下这个这个啊 救生衣哦 装备 装备嘿 然后最后就是责任嘛 啊因为过去呃责任就说只要有 书书书就会有国家责任啊 那现在就是我们把风险告知 然后也会提醒民众 然后也也开发了一些保险产品 那那民众就自己自己知道说 我有什么能耐可以去做什么事 那你就要责任自负 那公务员也会勇于认识 所以会从过去这种呃原则禁止 立外开放会走向原则开放 另外禁止啊 立外禁止大概就是除了航安啊 或者是保育或是国防上的因素 那这个都很少了 那是不行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在这个呃向海至今之后 我们就会跟国际接轨就会连结到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2030年那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第14项最重要就是讲保育永续利用海洋 以海洋支援以确保永续发展 那我们希望在2030年我们可以达到一些任务 不管是海洋的污染保护区基地的改善 包括提供优质的粮食安全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得到 嗯其实项目非常非常多 是 署长是真的是凭自己的记忆记得 而且很重要的重点来提醒告诉大家 嗯坦白讲我们包括很多除了云云朋友 我们要共同的爱护这个海洋资源之外 尤其是一般大众 你在做一些海域的体验活动的时候 拜托给拜托给 你这功德心要拿出来 是是是 政府可以给你很多的 嗯 一些装备 然后我们大家共同去清理 但是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海洋 向海洋致敬的白皮书里面 其实也提到很多 我们要有很多种子的老师 嗯 然后去教育很多 是 新世代的孩子们 然后我们共同来爱护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这个环境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上海致敬 我觉得要去统筹这么多个 14个单位 14个部会 部会 嗯 嗯 如果一个人意见不一样 就更定义了 没有啦 因为这个方向正确哦 包括我们以前常常合作 渔月署大概这样在推那个渔月实名制 也渔民也认同嘛 哦对对对 因为在以前就是说在海费的里面 有一些渔具渔网 或是养殖的这些保利龙 那现在渔民朋友哦 也在政府政策的推动啊 我们也补助了一些经费 那协助以来大家一起来把 比如说养殖的这些过去用的这些服具哦 把它更环境友善 是 那不要造成了未来的海洋的塑化的问题 是 那在在渔月方面也是做了很多 像包括AIS的补助啊 或者我们讲的就智慧系统的这些 管理系统的运用啊 那这东西哦 那那渔民他他自己也会觉得说 一个其实一个干净的海洋是最有利 最后最大的受惠者是渔民啊 是是是 因为只要海洋环境是一个健康的干净的 是 这个渔月之眼是可以生生不息 对我们要的是那个后面的生生不息 但是就怕说一粒老鼠屎啊 可是现在我们有实名字 我们看到图片里面看到哦 有很多那个实名字就是包括海洋永续 包括包括我们标式渔具 就这些东西是谁人家的 是是 谁要清楚 是是 不是说你才评论清楚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名字就是你的 你要看这顶头有什么 哪个这么准备 哪个这么准备 对对对 清清楚楚 不是说要给你砍牌 而是说大家责任归属清楚的时候 每个人做好自己 你知道自己规范自己最容易 法规要规范你哦 你要说我才把你插进去 我没有在信道 但是如果你自己愿意约束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大 没问题 我们新民朋友 也很想要 署长就替我们新民朋友说我 你看 三分一如公告一个中华白海豚的七地 华舍 那在过去农委会领务局 跟我们一起努力下 终于在今年8月31号公告 那9月1号44 这也是我们移民朋友能够认同 下才能够顺利推动 那我们有一个大家觉得很骄傲的 就是至少我们有一个这个七地的保护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台湾是一个是真的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有保育概念的一个国家 那移民朋友在这方面 不管是这里面有四个县市 六个区议会 一个全国议会 然后其他的区议会 大家都认为 其实慢慢的 我们就是在整个渔业资源的利用上 是朝向也是有管理有秩序 而且是一个永续利用 是 政府也是希望就能够让渔业能够加值创新 然后最后还能够创生 创生 就是地方创生 现在国外会在推的 甚至于像很多是关于保险的部分 设备的部分 政府都已经把这个部分 已经想好了 是 然后让大家落实去执行 而是让大家知道说海委会现在在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做一项最快的事情 还不会有很多要紧的事情统筹起来 对 政府在设备的时候不简单 我跟你说 东西做出来 要让闲当闲闲室最快 要打破的时候大家看一看 但是政府其实需要打破 因为光是海巡署还有我们海委会有这么多人力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只要做一项最简单的 你去海边怎么去怎么回来 嗯 就好了啊 对 对吧 你走什么回去 走什么回回来 是 很难吗 怎么去 怎么回来 对不对 这样就好 今天被烦闹 因为海委会这边他已经在统筹了这些部会 是 然后我们的海巡署也是 他们以为他们各自的职责 哎 他们是很内行的了 会做得很好 这些反而不用我们民众担心 而是当我们国家 护手的很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拓展到国际 但国际的时候就有关系到有一些关于是 呃国际法的问题 是 呃国际法的问题 是 我们等一下也让署长来告诉大家 我赶快来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要送的礼物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海宝署的阅历 我刚刚有展示有人没看到 没关系 赶快take三个朋友 然后呢通关密语是海洋生态练 为什么叫做海洋生态练呢 我还是要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今天这个阅历 他的主轴就是海洋生态练 然后我们就会有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 我只给大家看标题就好了 看一下标题 来 据说今年这个是最抢翻天最夯的阅历 大家都抢着要 如果幸运的话写上海洋生态练 就有资格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 是这样啦 抽奖我没办法认你的名字 但是我们一个 你有take三个朋友 你有回答我通关密语 电脑去走的时候 你就有一次的机会 是 就一次的机会了 好祝福你可以拿到大奖 好我们来讲到海委会 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像国际法的部分 可能民众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跟国际有什么要配合的地方 尤其是现在疫情的进行之下 海洋的部分一定有一个新的方式 才维持它彼此的和谐 怎么样的 是大家比较不了解的 海委会成立的时候 当时总统来就特别讲的就是 海洋法制化做好生态保育 因为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我们会有一些权利义务 权利义务当然要 所以在国际海洋法这一块 我们就积极的参与 跟国际之间的一个互动 尤其是我们海巡署有跟相关的国家 做海巡的这些合作 那你说我们船就是国土的延伸 我举个例子 像以渔业当例子 渔业我们就有加入WCPFC 这是渔业署推动的很重要 我们会员加入的 就是中西太平洋的一个渔业组织 那我们渔串 渔串就是国土延伸 所以我们渔串到那边 我们渔串到那边 所以我们的巡护 今年我们每年会有三个行次 去做渔业巡护 那渔业巡护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别的国家互相登船 这很不容易 就是我可以去登别人的船 那这个就是一个国际的 合作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就是国际法 那里面我们常会讲到 包括你的权利跟义务的部分 就像我们最近联合国又推了很多 像VBNJ 就是跨界国家以外的 这些有关生态的这些规定 那这个都是未来会影响到 我们国民的权益 跟我们一夜的作业权益 那我们都会积极的去参与 那我们也举办了非常多的国际会议 不管是在环保的议题 那或者是在约作业 或者是在这个产业的发展 那希望能够跟国际结果 像国际现在都要谈蓝色经济 蓝色经济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思维 那现在不管是 像大阪也在推这种蓝色经济也议 也是希望大家在推经济发展的时候 是应该有个永续概念循环经济的思维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 在相关的国际法上 我们除了相关的权益跟义务 都必须要了解 所以我们也跟几个国内重要的 海洋法政的学校做合作 那积极的培养海洋法政的人才 那未来会模拟相关的国际的会议 让我们的年轻学子 能够慢慢在这一块展露头角 对 其实都真的不简单 其实我们政策白皮书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厚很厚一叠的计划 要去跨很多部会去协调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当中 我们从封面一来看一下 其实你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国家未来的海洋政策白皮书里面 就包括了生态安全跟繁荣 就是我们很期待要去做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其实也希望能够带着大家来认识世界 从认识海洋开始 对 那你要去接触世界 其实要从大海出去 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 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有很多的了解跟思考 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好 你看到了说 我们这里来 你太小了 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 海洋是台湾的生命的出路 对 很重要 对 海岛国家旁边都是海 是 这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是 所以其实这个共识我们民众都有 都有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飙飙酒酒酒的海洋国家 我们过去不管是在海洋渔业 嗯 造船游艇或者是运输外面 都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是 那我们现在的海洋产业的产值 也达到了GDP的3.3 我们期待未来会更多 是 因为我们接着有造舰计划 是 还有这个游轮 我看基隆高雄也都 嗯 都准备好了 是 是因为这个疫情 如果等疫情 缓和一些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 基隆跟高雄的游轮 会有更多的国际来 来台湾玩 对 一定会有的 嗯 这个都是我们具备海洋的DNA 是 是 这台湾人就是具备海洋DNA 是 不管从祖先的 我们基因就有 对 像我祖先在肌肉大 人家说你都不怕乎 我都怕乎乎乎 好骄傲 那就是海洋的DNA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白皮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我们未来要治理的一些方向 是 包括说像是海洋权益的维护 跟治理这一块 对 这是很重要 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只有靠游民 因为力量太薄弱 也不只是游民 对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政策之一 是 海上治安跟海域的安全 然后像海洋保育这一块 过去没有海洋保育署的时候 是海巡署扮演重要角色 那现在又有增加了海洋保育署 我们最近也争取到40个海洋巡察员 未来他可以分担海巡署的一些 过去的责任 太好了 那我们期待未来就是 这一批人就已经录取了 未来在1月4号他们就要训练 明年就会投到第一线 去做海洋保育的工作 那再来就是海洋产业的发展跟创新 是 因为过去我们的产业已经打下基础了 是 像我们这个鱼业 过去的鱼业 在世界只有六大公海 公海捕鱼国 那未来怎么维系这样的一个能量 这个就是要靠科技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智慧管理 智慧的一些应用 然后手机都智慧型的 对 然后相关的设备 包括养殖也都可以用到很多智慧管理 智慧应用的这个概念 所以 因为我们基础有了 再把科技的东西 AI带进来的话 我相信不管在鱼牢跟养殖方面 都可以产生很高的产值 还有像鱼业里面很多的这种生物科技 我们很多鱼业的本身可以引导像鱼鳞 虾红素 很多都是非常高 他做很多生技方面的 生技的产品 不管是医美或是健康方面都很重要 像我们也非常重视未来的整个文教跟人才的培育 这个很重要 因为毕竟我们过去相关的院校 我们就在这一块的确过去从众路青海 现在有一个海委会之后 就有一个部会来推 我相信会在人才培育方面 会做的比以前更好 我们也跟几所海洋的大学 或是相关具有院校系所的 也都在签MOU 希望把人才培育出来 还有最重要就是像科研 跟技术发展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 我们有一个叫国家海洋研究院 有很多科学家 希望这些研究能够结合联合国的海洋科学十年 他的重点就是希望未来的这些科学 能够去应用到经济跟产业的发展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未来的重点工作 海委会做的事情很多 还要再规划一个未来展望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明年会怎样 但是呢 海委会要把很多明年的事 后年事 未来的事 用想象的方式去把它勾勒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在做 让我们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特别是海委会 很多渔民朋友跟他说 我就抓到好啊 海委会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所以对未来的展望 我相信我们也有很多的期许 虽然海委会才两三年的时间 但是也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海委会呢 阿安副主任委员在这里跟人说 海委会其实做什么 虽然说底下还有一个渔业署 现在你也兼任的署长 其实渔业署对我们大家 比较没有那么陌生 也知道渔业署做的很辛苦 但海委会的发展跟未来的展望 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期许在2021年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的发展是我们大家可以期待的 整个发展基本上就是一个延续性的 延续的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怎么样 建前这个海洋法制 还是要继续做 那包括我们参与国际组织 其实我们在参与国际组织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是AP APEC的OFWG 就是海洋渔业的小组的这个秘书 秘书单位 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 就跟国际的这样一个互动 然后我们希望刚才讲的很重要的 向海致敬 向海致敬会继续延伸 向海致敬今年其实是70年 真正的重点工作是在明年 因为相关的部位都已经今年是用自己的预算 或者是预备金 那明年开始就有预算 那有预算来做的话 我相信会做的更加弱实 我们做的很多 又要能够干净 又要刺网鱼具实名制 陆地上的垃圾也要有这个蓝屋锁 然后还有环保舰队清洁漂流物这些 还有刚才这个书长特别讲的 潜海战将清除海费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头一半都开始做的时候 一队都以来 政府已经把这个规划好了 所以明年度就是有预算 有钱可以开始来执行 了解 另外就是像防治海洋污染这一块 我明天要主持一个海洋污染法的修正 希望让这个海洋污染能够 这个作用法能够更完整 更完整之后 我相信像最近我们处理很多这种 擱浅岸这些船 我们都很重视就是说不要污染到海洋 所以我们的第一线 我们不管海巡或海保署的同仁 都会到第一线 去确保这个不要污染到我们的海岸 跟我们的生态 然后在落实海洋保育方面 我们也在把整个保护区做一个盘点 我们现在全国是有45个海洋保护区 那么希望未来有更 这些保护区是有真的在落实管理的机制 让这个保护区能够除了跟国际接轨 因为国际上希望今年达到10% 203年又能够达到20% 这个都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之一 那以我们海巡署我们就要强化 强化我们的海巡的执法的能量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叫 就是海巡舰艇的墙边计划 跟造舰的发展计划 所以我们海巡舰艇的造发展计划 总共会在 从107年到116年 这10年之间我们要造141艘 就是各式六种形态的舰艇 那这样在整个执法能量 就会更加在落实 也能够落实我们在跟国际接轨的时候 一越巡护 保障渔民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权益 这块我们可以保障的 是 我们有这个量能 是是是 那我们希望未来提升这个海洋科学的 这个研究的这个能量 而且能够 能够落实到协助产业的发展 所以不管是我刚刚讲的海洋产业的 我们有也在推一个叫海洋产业发展条例 已经行政院就没有问题 现在送立法院 如果立法院通过以后 里面这十几项的海洋产业 就定位以后 包括我们渔业有养殖跟海洋渔业 这两块都有做 所以这一块有了这个海洋产业发展条例 那我们就能够再更进一步来 跟渔业相关单位一起来合作 来协助整个渔业的这个加值跟创新 那同时呢 还有这个我们在巡护这一块 渔业巡护这块 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同仁能够 在未来跟海宝署做更紧密的合作 做好这个保育工作 因为海洋保育工作是一个重要指标 我想大家都常常看到 这有些海洋生物就是 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能够了解这些原因 那也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有救援的工作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日后要推动的 是是有所本啊 就是法规有了以后 就是照着法规去做 但是因为中教授他自己本身 从教学生开始到现在 所以他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海巡署的时候 就会特别关心说 我们军方的同仁 其实那个构型都很专得的 还服从度百分之百 所以很温暖的去关心到说 哎呀我们海巡人员 其实有些时候 心里面可能有些话 不见得敢直接的说 但是如果一旦退役下来的时候 署长很担心说 像各位人很简单 我们就会用怪异的用平衡 所以其实观念上要慢慢的去翻心 即使你是身为一个军人 你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活耀灵活的想法和思考 这也是署长来了以后 给新的同仁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 是有一些不同的思维 但是他们也是因为他的整个训练过程中 其实也是非常需要 尤其我们在从事海巡的工作任务 如果没有一个服从性也真的很难达成 像真的很多环境非常恶劣 或情况非常辛苦的时候 都是要我们在第一线来协助来做 服从这件事情台北讲 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欠缺 不要说是海巡署 我告诉你我女儿都不太服从我了 其实现在蛮多家长 哎呦头痛 希望那小孩能够来海巡 因为海巡的工作条件也算不错 我们也蛮照顾同仁的 我们除了工部门之外 我们还有成立基金 能够落实照顾同仁 什么资格可以来 我真的有朋友在海巡署 我朋友的小孩 到海巡他们觉得不错的工作很稳定 然后人也相处得很好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考 是欢迎欢迎非常欢迎 什么时候招考 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走自愿意的 哦自愿意 而且他的其实 如果您熬过那个 那个第一个阶段 通常是 我跟几个同仁很多聊 第一线同聊到 他们能够熬过前面的这个阶段 经过考验之后 通常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子 你像我们在练新歌的时候 都有个壮墙期 有没有 刚才那个谱 哦 很累 壮墙壮墙壮很多 不会 当你会唱的时候 不得了 好听得很 所以其实加入我们海巡署也是一样 署长也是坦白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加进来 前面我们刚开始一定有一些训练 这种东西要严谨的 出去执行 不可以庆祭说 我看心情好吗 是 一定要严谨 但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真的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海巡署这个大家庭 是 OK 好 相关跟我们这个海委会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各位想知道的 其实透过我们的网路搜寻其实都不难 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能够爱护我们的海洋 把海洋能够保持的更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 张庆达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您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跟着我一起 发现农民力 关心农渔民